许多学佛人 我们学佛一辈子 到了最后 到了灵命中时的关键时刻 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放不下 尤其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儿子 我们的女儿 我们的宝贝三子 这个放不下 那个也放不下 这个要定计 那个也要定计 没完没了 这个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说得难听一点 这个是佛法所说的愚痴 也是我们业政重的一个重大体现 镜头中第十三代主师 印观大师 印观大师在告诫我们学人 尤其是我们宁护之人 到了灵命中时 我们要把我们的家人 把我们的儿子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 当然 这个要靠我们现在慢慢开始训令 我们平常如果不开始学习 你如果不从现在开始熏悉 想要在主的那一刹那 想要在灵命中时的那一宁 立马放下他们 无有是处 没有这样的道理 绝对不可能 绝对做不到 所以作为一个宁护之人 我们现在要开始训令 本来五一物 何处 了尘埃 你要告诉你自己 这个是今 本来没有儿子 也没有女儿 更没有宝贝三子 是今所有的一切 皆是因缘和和尘 我现在要大家学会放下家人 这个不是不慈悲 也不是要大家结起 而是作为一个宁护之人 我们要知道 数重数轻 哪一头重 哪一头轻 我们要保护好 尤其是到了领命中时 因为最后 剩下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我们要保护好 最后的机会 所以作为一个 长辈的 围囊父母的 我们已经尽了 我们自己的责任 尽了我们的义务 把他们俗养整大 那儿女这一页 应该翻拼了 他们的事情 让他们去解决 他们的人生的路 让他们去走 儿三自由 儿三福 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收回来 真正放在自己的身上 把握最后的一顶 如果到领命中时 最后一刹那 最后一顶 你如果还在 倾挂你的家人 那我告诉 诸位同修 那你倾挂谁 来生 跟谁在一起 生福的机会 就更大 那你来生 来收复世界 受业 受报的 机会就更多 所以我们学乎之人 一定要把握住 最后的一顶 真正做到 不浪费 我们的时间 不浪费 金山所有的付出 和努力 网上西方极乐世界 要不然的话 功亏一亏 那就太可惜 太可惜了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